有传说记载成吉思汗陵墓里的奇珍异宝比奇士皇陵的海耀多 其规模程度甚至要比兵马俑还壮观 然而即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 人们依旧难以找到成吉思汗的陵墓所在 成吉思汗墓究竟在哪里 为了揭开这一千古谜团 一直由中国小伙带头组成的国际探险队 决定前往蒙古一探究竟 精神的是在长途跋涉之下 他们居然真的找到了成吉思汗墓 墓中究竟有什么 里面的珍宝是否真的数之不尽 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眼前的这个中国小伙 就是此次太险小队的队长林雨明 夹在北方的他 为了解决成吉思汗陵墓 究竟在哪这一疑问 不惜放弃自己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 只为寻找一个答案 尽管身边的朋友家人 都觉得他是疯了才会这样 林雨明还是坚持自己的选择 毅然决人的带着团队进入蒙古 穿过边界 眼前辽阔的场景 就像书中描述的那样 跟一千年前相比 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据说成吉思汗就埋葬在这片 他热爱了一生的土地上 但是陵墓的具体位置在哪 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林雨明认为 想要知道陵墓的位置 首先要弄清成吉思汗的真正死因 关于这个问题 民间流传着很多传说 其中比较可信的说法 主要有三种 有人说成吉思汗死于刺杀 刺杀他的人 就是被成吉思汗掳来的气势 还有人说成吉思汗因为感染 颁诊伤寒 在一次非常重要的战役里病死了 除此之外 说成吉思汗起码摔死 中毒病死 重箭伤亡等等猜测 也是数不胜数 尽管有理有据的推论也不少 但是成吉思汗 毕竟已经离世800多年了 当年的很多事情 都已经无法考证 我们又很难得知成吉思汗的真正死因 但是由古迹曾记载 成吉思汗死后 他的后人为了能够方便移动 就在其尸体接受净化之后 用白毛巾包裹起来 转移到他们北方祖先的圣山上 至于圣山究竟是哪一座 古迹并没有相关记载 也就是说 在这片广阔的山脉中 每一座山都可能是圣山 这可让林雨明有些摸不到头脑了 因为没有相关的信息 他根本不可能找到圣山 纠结无果后 林雨明决定进入禁区 寻找线索 不过这一想法很快就落空了 蒙古方拒绝了林雨明 进入禁区的请求 不过仔细想想 蒙古的拒绝不无道理 毕竟连成吉思汗的思想 都保护起来了他们 自然不会让人去惊扰 成吉思汗的陵墓 此路不通 林雨明一行人 很快就想到了另一个方法 那就是借助高科技 利用卫星影像等技术 查探地下是否有人造建筑的痕迹 为了计划能够顺利进行 林雨明找来了机器人学 资料探测 三地成像等等 各个相关领域的专家 沿着他们认为的 成吉思汗送葬路继续前行 穿过一段异常崎岖的山路 林雨明一行人 看到了一片美丽的草原 这里被成吉思汗称为北方野地 因为这是他出生的地方 继续行驶十小时之后 他们抵达了东部草原 因为天气预报提醒他们 稍后可能会有暴风雨 所以他们决定今晚先在此 暗影眨在 艰难地搭建完 他们今晚牺牲的三顶蒙古包后 所有人都开始休息 林雨明也默默地期待着 明天的到来